现在很多MPP动不动就说这里是iAlpha的平地 但是在我看来在家用的层面上 这台未排的高三才是在家用角度最有力的竞争者 我们看一下几个点哈 外观 空间跟配置 外观我想说的并不是它的设计 因为现在很多车的设计看起来还是蛮像iAlpha的 这个辨识力我觉得没有问题很足够 我想要说的是它的尺寸 因为你看一下高三它的尺寸是刚好5米多一点点 刚好是位于城市D9跟本田奥特赛之间 5米粗度的尺寸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你在市区里面做一些狭窄的弯道或者停车的时候 会来得更加方便一些 很多人就觉得一台MPV为什么不能往大里照 可以 但是你MPV你要车厢空间大 你的轴距得拉长 轴距拉长了以后呢 你就意味着你的转弯扳机会变大 这些点呢 我也想是为什么奥特赛在市区里面 在广州市或者一线大城市那么多人买的原因 因为它小和石油空间够大 但问题是奥特赛它有空间 其他方面就比不上了 行驶品这些确实不如现在的中国品牌 那OK 外观部分解答了你的问题以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空间 空间有两个层面 第一个就是乘坐空间 第二个就是储物空间 我们先来看一下乘坐空间 正常来说一台车对一个家用角度 我想看两个点 第一个就是它的上下车门槛 以及它的上下车便利性 你会看到其实这个门槛高度还是会有一点的 但是它设计了两级的踏步 你看一级两级 同时这里有个非常贴心的设计 这里有个非常长的门把手 这意味着小朋友上车的时候呢 他可以拉着这个 包括一些身材比较矮的老人家 上车有了这个扶手跟踏步 上车的动作就轻轻松松 没有问题 OK 这是我坐在这里 我172的身高 我在这里 我的腿部空间是这样的 你会看到其实它这里看起来并不是特别宽裕 为什么呢 首先我的座椅并不是调到最后 第二个就是你会看到 它这里给了我一个小桌板 桌板的这个角度特别适合用来放放奶瓶 哪怕你在工作上面都没有问题 放着笔记本非常好 同时一台家用的MPV要注重几个点 第一个就是它的扶手 你看它并不是做的特别宽 有点像刀片一样窄窄的 但是它只能起到足够的承托作用 这就带了一个好处 就是在有限的车身宽度里面呢 它给你留出一个足够大的进驻的通道 你看相对窄的扶手 就把中间的通道给流出来了 所以现在我会进入第三排给大家看一下 电动的 按一个按键 我就自己往前挪了 哇 中间这个过道进去 没问题 我坐在这里了 刚刚大家看到 其实这两张座椅的位置 基本上都是比较接近的 后排 这个腿部空间 这个大腿承托 我觉得 你还别看它只有五米多长的车身 其实它内部空间的挖掘还挺到位的 而且你看 它对于第三排承客的照顾 这里还给了你个遮阳棉 拉一下 你可以更加躺一点 坐在这个后排 所以我觉得这台车 哪怕二排 三排 它的承客待遇 并不会缺少太多 这意味着在全家人出去的时候呢 你就不用太纠结哪个做第三排了 因为大家的待遇都是几乎平等的对吧 OK 我们再来看一下储物空间上 因为这台车五米多长 那肯定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去牺牲的 而牺牲的就可能是它的第三排的储物空间了 假如在你满载的情况下面呢 老实说它比起那些五米二的MPV来说 可能这个储物空间你会觉得不太足够 因为它只能放一些灯机箱 但是我觉得只要你稍微妥协一下 怎么个妥协呢 因为它第二三排的座椅它是共用一条轨道的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个第三排座椅往前挪一挪 前后迁就一下 这里就可以藏出一个放旅行箱的大空间了 OK 那空间问题也给你解决了对吧 那最后就来看一下配置了 最喜欢再来说什么设计呢 它保留了很多的实体按键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你开车的时候可以盲操作 比如说你的女儿跟我说 哎爸爸好热啊 你不用在屏幕里面摁了 你直接在里用手轻松搞定 包括门 它也在上面有一个实体的门把手 可以帮你去解决开门的问题 因为帮老人家上下车开门 总不可能一直用雨晶对吧 上面开的 在第二排 看一下 黏通在里面 对吧 OK 因为这台车呢 目前还在预售阶段 所以我觉得有些信息呢 可以分享给大家的 刚刚跟销售聊完啊 目前这台车呢 订的人还是蛮多的 都是对于家用的角度过来看的 很多人第一眼啊 一上车不是做驾驶位的 就是进这个第二排去看的 那所以呢 他们有些人就会觉得 这台车跟低级去对比的话 他们会觉得这个第二排 可能就没有一个电视屏幕 那其实我自己会这么看的 如果我小孩呢 我是不太希望他在开车过程中 去看那些电视的 所以我反而觉得这个小周版 会更加实用一些 但这个会根据不同人的需要 不一样哈 我只是给出我个人的观点 而第二个就是 很多人会对这个第二排的滑轨 跟座椅都特别感兴趣 也是这个高三非常能拿得出手的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座椅它有零重力 我也给大家演示一下 它的零重力并不仅仅是有一个腿托 而且它是整个座椅往上翘 真正是让你达到膝盖心脏 跟头是同一个水平线的 真正意义上的零重力 同时呢 因为它二三排座椅是同一个轨道 这意味着第三排的座椅 你可以往前一直推推推推 只要你不需要做人 那就意味着可以腾出一个 非常大的储物空间了 我觉得这也算是在 五米多长的一个车身内 把很好的一个空间 拿出来一个解决方案 OK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 一个探天的信息了 下期再见